我們先看到257日 早上這個經還沒講完 那這一部經講到佛還沒成佛的時候 那麼他到底 其實他就是在說他到底是怎麼成佛的 就是說他還沒成佛的時候 那麼他怎麼樣去覺察問題 那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後來問題解決了他才成佛講這個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他 當時我們講獨一進出禪師思維 所以佛陀常常教佛弟子 你聽完法之後要獨一進出專精思維不放一注 那通常都是這麼說 就是你怎麼樣去去看到問題 那最重要就是你的心要專注 要安定 然後要有覺察能力 就是這個首先是不要散亂 不要昏沉 那當然你自己本身是有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絕招 好 那他說他常常想到過去 過去的這一些無意功德 就想到過去的美好 設真相位出 那麼這一些 然後他發現到他的心 我們早上講 奴家 他也是有這個本末次第 第一步他是誠意正心 也是先處於這個心 奴家就是這樣嘛 是有本末物有宗史 知其先後則進道理 然後他就講出一個次第出來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果平天下 那是他的目的是齊家治果平天下 但是佛教的不是 佛教老師要解脫 是向善向善向解脫 但是你會發現到前面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注意到你的心在想些什麼 奴家是先誠其意 然後正其心 然後修其身 那佛教其實也是一樣 那先讓這個心安定 專注 然後有覺察能力 然後之後 那我們想正見正思維 然後之後呢 正乙正業正命 這個就是奴家的修身 好 那他這裡講到說 他發現到他的心是什麼狀態 什麼狀態 多足過去五義功德 那我們說 不外乎就是我愛我所愛 那不外乎就是自體愛跟境界愛 他基本上就這樣 那發現了怎麼辦呢 發現煩惱怎麼辦 他就開始對峙煩惱 既然心多在過去的五義功德上 想一想過去的美好 那麼懷念 所以他就急聲翻變 就一定要 一定要自己有這種覺察性 我一定要捨離 我說過這個以前 我也說在講課的時候常常會講 以前我很年輕的時候 因為很自卑嘛 又又因為自己本身的原因 但是想想錯了 不如理思維 所以想一想想一想就會怎麼樣 就會得 那個時候想出憂鬱症出來 轉不出來 後來 就要自己要告訴自己 因為發現到自己有憂鬱症 發現到自己 就天天 聽到別人痛苦 那麼也流淚 為什麼 感同身受啊 聽到別人快樂也流淚 為什麼 別人都快樂了 只有我痛苦啊 那你想想 你想想你這個日子要怎麼過啊 想死又不甘願 不死又活不了 這種事就是很痛苦的 後來發現到自己的心 你要察覺自己的心 後來發現到自己的心 陷入這種絕境 沒有光線啊 在谷底啊 沒光線啊 怎麼辦 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走出來 我一定可以走出來 急身方便 你就是 第一個你要 你要告訴自己 你要先發現 你不發現你就一直在 就鑽在裡面出不來了 真的 你發現到我的心怎麼會這樣 你雖然想要走出來沒辦法 因為他變成習慣了 習慣想 習慣想 像我早上說的 我看見死人之後 哇 產生恐怖心啊 急身恐怖啊 那一到晚上他變成習慣了 因為我就會想嘛 那個人死了到哪裡去 死了都不能動了 那我就會想喔 假設我現在躺在這裡 我死了 我就開始這樣想 真的 那個時候才幾歲 我會忘記了 我也不曉得我小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想 但是就是這樣想 那想我躺在這裡 我死了 然後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我死了 我的靈魂 隨著哪裡 不知道去哪裡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我死了就永遠消失了 永遠消失了 沒有靈魂嘛 就兩個狀態嘛 有靈魂沒靈魂 這個就是急映瓦跟靈魂瓦 那沒關係 我就想說 萬一沒靈魂呢 萬一人死了就 永遠永遠都不在了 沒有靈魂呢 那我不是永遠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 以後再也沒有我了 哇 產生極大恐怖心啊 我大概這樣想了一個禮拜而已 那你很自然喔 你躺下去 因為那個影像太震撼了 你一躺下來 白天不會喔 真的不知道白天為什麼不會 白天有事情做嗎 就做工啊 哪有時間想這一切 到晚上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尤其睡覺一定是自己一個人的嘛 自己一個人睡啊 就說旁邊有人睡 你也是想自己的啊 很安靜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 自然而然就會想這一些喔 就想 人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死了 然後我就永遠不存在這個世間了 這個世間那麼廣闊 那個人那麼多 就是沒有我 哇 想一想一想 剛開始想不會很恐怖喔 越想越深入 越想越深入 大概一個禮拜而已 結果越來越害怕 越來越害怕 我死了我不存在了 我永遠不存在 以後我死了 我就永遠消失了 徹底的消失在這個世間 再也沒有我了 哇 一個禮拜之後 天天想 越想越深刻 越深刻越想 那時候我已經感到非常的害怕 睡在床上白天就是 晚上就是非常害怕 幾乎沒辦法睡覺 沒辦法睡覺 因為恐怖心嘛 很怕一睡就死了 真的 你不曉得我以前那個經歷啊 非常害怕 怎麼辦 告訴自己不要想 不要想不可能 我死後會存在的 沒辦法 因為你已經想成死後不存在了 你已經想成死後不存在了 就永遠消失了 你說那我要想回來 我死後還會再 變成一個很好的人 想不回來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啊 因為你那個力量已經很強了 你想成死後不存在的力量已經很強了 你要說 我現在要把他想回來 想不回來 就好像你已經很恨那個人了 恨到骨子裡面了 你說不行我不能這麼問他 我現在開始要想成我很愛他 我很愛他 愛不回來 類似像這樣真的 那個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應該差不多十三四歲吧 十二歲 我記得我國小 國小是七歲讀書還沒畢業 國小不知道幾年級 我不知道有沒有十歲 國小三年級四年級的樣子 十一歲十歲十一歲 哇很小耶 但是我想到這樣我就非常害怕 非常恐怖啊 非常恐怖 不要是國小 國小可能十一六歲這個時候 我十三歲我已經忘記了 太久了 我只記得我很害怕 然後沒辦法睡覺了 後來大概連續 連續幾個月都這樣 就沒辦法睡 到很恐怖很恐怖到很累 再稍微睡一下 然後又起來 所以後來就變成得了腦神經痠弱 然後去讀書讀不了書 我很會讀書的 可是我去讀書都沒睡覺啊 晚上都在怕死啊 結果也沒有死 然後起來又要開始做這些 然後就非常害怕 後來我就去吃 以前很多電台都賣那種睡不著的 什麼兩隻燕子的 什麼一大堆 反正我不曉得 我就去吃那個中藥 也吃不好 後來我又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把它治好 然後我就開始念什麼 好像一開始是念那個 一開始 後來念心經 晚上因為沒辦法嘛 就是說你晚上一躺下來你就會想 想這件事 那你告訴他不要想還不行喔 真的 好像心不是你的一樣 真的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 你就一直在那邊想 想這件事 後來你就不行 我既然不能叫他不要想 我既然不能叫他不要想 我就自己強力在想其他的 我就背心經 我心經那個時候背著我棘手啊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我又練那個氣功 那心經背著棘手啊 才慢慢慢慢把他轉過來 真的 你就是要強力 急聲方便啊 真的 這是我的經驗喔 那就背 那個時候心經背到 我記得我這樣心經練 關節也不會到行程 不能問什麼東西 我一個呼吸可以練幾遍 真的 那個急快啊 急手啊 好像時間 時間改變了一樣 正啊 後來慢慢慢慢 不害怕 為什麼 我都是心經啊 我沒有 沒有那些死了之後什麼 沒有啦 沒有就是心經啊 這個就是急聲方便 就是你要有很強大的力量 這個是一個起恐怖心的時候 然後起憂鬱症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改變 因為憂鬱症也是一種長期的不如理思維 你就常常想看看 看到靜靜的你都悲哀啦 看到別人快樂你也痛苦 看到別人痛苦你也痛苦 那看到別人沒有快樂沒有痛苦 你就想著自己在這個世間怎麼這麼痛苦 反正就是這樣 所有的境界都會引發你的痛苦 看到月亮是圓的你就很痛苦 看到月亮不圓你也痛苦 真的 那個時候是這樣 然後天下雨我就覺得 連上天都在為我流淚 真的 那天沒有下雨你就覺得 天雖然出太陽 但是我的內心是在下雨的 沒有人知道 你也流淚 好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怎麼想就會想到這樣 然後 那個時候我聽人家想 去看大海心可以開闊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不然就去看大海吧 結果看大海看一看一看 我說海裡面都是我的眼淚 真的 這個是 這個是我的經驗喔 你就是怎麼想怎麼想 你就是會想到你很痛苦 你看喔 你看 那個是我親身經驗的 我就記得我去看大海說 聽說看大海 輕微寬闊嘛 就不會那麼鑽牛角尖了嘛 所以我就去看大海 但是我都自己一個人 坐在那個 我們台南是海邊喔 我住在海邊 然後就去那個黃潑堤上看大海 自己一個人 結果我就看一看 這海裡的海水都沒有我的眼淚多 又開始悲哀了 後來也不去看 因為看就悲哀了 然後整個黃潑堤都沒有人 就我一個人 那偶爾有人在海邊那邊 細水 那我在航空堤那邊吹風 然後就想一想 結果很痛苦 後來我也不去看了 越看越痛苦 你看喔 你一個人一旦 那個不如理思維 他養成習慣了 他養成習慣 他就沒辦法轉回來 那你要強力 這個時候要強力 然後除了強力之外 心強力之外 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事配合 你說 你說我起恐怖心的時候 那個是不如你思維 就想一想 自己就死了 就消失 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 那會起大恐怖心 後來我很能理解 很能理解經典裡面說 未無我見 那怕無我 死了之後沒有我 然後就起恐怖心 真的會起恐怖心 你不知道那種恐怖是多恐怖 你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那種恐怖 是非常恐怖的 那 那個我的理解 因為我起過這種心 那你 我那個時候就用你背心結 把它轉回來 那憂鬱症的時候 沒有 憂鬱症的時候我是 但他們這樣轉不回來 你那個時候我就 我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改變 我一定可以改變 然後之後就勉強自己看笑話 真的 我就看說背笑話 背很多笑話 我以前很會講笑話 我背很多笑話 就算不好笑 你也要勉強笑 實則勉強 真的 然後就背很多笑話 然後去參加很多活動 去參加很多活動 去聽演講 去圖書館看書 反正就是要給自己找事做 那你不能自己關在裡面 關在裡面剛好想 那不行 一定不行 我這個人又沒有朋友 又很孤僻 真的我不喜歡跟你們在交往 然後就會形成惡性循環 所以這個時候要給自己一些目標 一些事情做 那我就去參加那種 只要我知道我在台南 台南哪裡有演講的 我就去聽 所以那個時候青海常常去演講 我也常常去聽 青海無上司的 那個時候正流行 我就看到去聽演講 然後其他的演講我也去聽 然後台南是有三間圖書館 每間圖書館我一定有空我就去看書 那時候車沒那麼方便 我都是坐公車去的 那每間圖書館我去了 一定借兩本書回來 已經借兩本書回來 那我一定把它看完 一個月裡面三個圖書館 每個圖書館兩本書 一個月我一定看完這六本書 因為他只能借兩個禮拜 可以續借一次 就一個月可以 一個月 就是你一個月可以拿去還 那你費了那麼大的時間 因為不是在我們家旁邊 我要做工作要轉很多的時間去 那所以我費了那麼大的時間 去借這兩個書 我一定要把它看完 不然又拉回去 下次又借 那很浪費完的時間 所以因為這樣 我看了非常多的書 我讀到國中畢業而已 但是我讀了非常多的書 那就是靠這個 就在這裡面 在書裡面 就這樣這樣這樣 就憂鬱症不見了 真的 然後你就練著背笑話 然後試著跟你講笑話 當然一部分我也修善 我那個時候修三千善 看那個道家的三千善 三千善我修了好幾次 就一定要修滿三千件 真的 那也培養你的善 培養你的福吧 然後讓你的心在書裡面 然後你有事的時候 可以看見的話 你就修善善法 一陣子之後就改了 真的 你從很多的根基上改變 第一個從你的心 第二個從你的眼 第三個從你的緣 你常常跟我講笑話嗎 那你的緣會開始變好 那麼開始很多人認可你 認同你 肯定你 然後你讀很多書 你講出來的話不一樣 開始很多人讚嘆你 你想要憂鬱也憂鬱不起來 真的 我告訴你我對抗憂鬱症很有經驗 你要真的照我的畫作真的是可以改變的 當然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太一樣 你要針對你的情況 但多數都是這樣 憂鬱症到最後會想死 我一直發現到我想死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不可以 我一定要轉變 真的 但是老實講很早就想死了 但是又覺得不甘願 我這麼年輕 什麼事都還沒做 那我就死了 我不甘願 所以我就詛咒發生世界大戰 大家一起死 公平 真的 我告訴你這是我過去的經驗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死 你不甘願 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 你會覺得我沒有做錯什麼事 我唯一做錯的就是投臭胎而已 那個時候你是這麼想的喔 那時候我覺得我這種人不應該生到這種家庭 我還是覺得我自己很聰明的 但是就是說我不應該受這種苦 那個時候不會想 反正就是世間的想法 所以你會覺得我沒有做錯什麼事 其實我小孩子也沒有做錯什麼很多事 沒有 那可是我為什麼要受這種苦 那你會覺得很不甘願 你那時候還沒有夜報的觀念 那時候還沒有讀佛法 沒有夜報的觀念 那所以就會覺得 就算想死你也不甘願 你就覺得這樣不公平 所以我那個時候很祈禱發生世界大戰 世界末日 大家一起死 這樣我甘願 所以你看那個心 那這樣的心 後來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活著很痛苦 你不喜歡跟人家講話 你都是自己一個人 你看到人你會痛苦 那去參加看到人家快樂也痛苦 看到人家痛苦也痛苦 反正就是這樣 你不喜歡人 不喜歡跟人家講話 不喜歡你喜歡自己一個人在家 可是自己一個人就會想這些事 所以就麻煩 後來就轉變 我還是自己一個人 但是我去圖書館 圖書館你不可能跟人家講話 你也不認識人 你就在那邊看書 然後回來還是看書 回來還是看書 所以那些基本上比較重要的書 都被我看過 真的 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那個時代 流行看漫畫書 我們很多同學都蹲在那個漫畫屋裡面 看漫畫書 沒有 我都看那個古典文學 哲學的書 我那個時候年輕人就都看這種書 看了非常多 看了看 看就習慣來了 看出興趣來了 那個心 心 我們心是足境 心是追逐那個境界的 所以你就在那個 你看過的書裡面 會想 會想 就開始很多這種 心開始 心開始那個境界轉變 那你的心就跟著轉變 聽演講 看笑話 那真的轉變 那我本身也做三千件上司 我三千件上司 至少做了 至少有登記的 至少做了兩次 真的 一次兩次 那你就是要做滿 你要做滿 你要登記 我幾月幾號 在哪裡做了什麼善事 那隔天拿起來看 我有做善事 我是好人 然後肯定自己 真的 然後每次看每次看 每過一天 你就看自己越來越厲害 因為善事越來越多 幫助的人越來越多 你就會生歡喜心 我告訴你這個方法很好用 真的 如果猶豫症的人 你試試看 我告訴你很好用 那實際上 你幫助別人 人家有說 不管有沒有謝謝你 你多少會得到讚嘆嗎 會得到認可 會肯定你 猶豫症基本上是 第一個 自己否定自己 從自己否定自己 我沒有能力 我怎樣 我怎樣 然後別人又否定你 然後這個社會 排斥你 就是否定你 那你自己又 你自己覺得沒能力嗎 就是我又沒學歷 又沒能力 家裡又窮 反正就是你會用很多方式 否定自己 然後別人 因為你的狀況不好 別人會比較排斥你 輕視你 否定你 比如說像我爸爸 也常常被否定 我們家常常被否定 所以習慣了 習慣了 我們就會受到別人否定 那我媽媽因為這樣 又會否定我們 哎呀你爸爸怎樣怎樣啊 所以你以後怎樣怎樣 我們聽到就是這些話 然後你就會變成習慣被否定 然後你又覺得社會決勝 因為那個時候是中學歷的時代 你只要有學歷都好 我買都要買回來 那我又國中畢業而已 那人家都會問 那你在哪裡讀書 我都沒有讀書 那你就會怎麼樣 那你就又覺得被社會否定 被社會否定 然後被家人否定 然後被外人否定 最後你被自己否定 那你就死定了 我告訴你 不憂鬱症都很難 真的 現在就是第一個 要從自己肯定自己開始 所以我常常講 我後來得出一個結論了 就是第一個要肯定自己 第二個要了解自己 第三個要改變自己 真的我告訴你 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都可以寫成一本書 我跟你講 真的 那你只要努力 它一定會改變 後來你再參照佛法的說法 真的是這樣 肯定自己 佛法從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這一邊 這一邊肯定自己 你以為要做一個人簡單 不簡單 你至少再怎麼爛 再怎麼擦 你都排在很多人前面 為什麼 多少人做不了人 多少眾生做不了人 佛頭有比喻 好像盲歸 伏木一樣 你做人的機會非常少 做人的機會非常少 他在一部經典裡面 舉出十個譬喻 假如做人多難得 從看得到的眾生 跟看不到的眾生 難看 就是細菌這一類的眾生 數量跟看得到的眾生 人啊 牛啊 羊啊 看不到的如大地土 看得到的如爪上土 你要知道 那麼看得到的眾生裡面 看得到的眾生裡面 做人的如爪上土 沒有做人的如大地土 從三二道來做 從人來做人的 如爪上土 那麼人之後去做三二道的 如大地土 你要知道你做人多不容易啊 你現在至少是人啊 那麼做人已經這麼不容易了 做人在學習到佛法那更難 這麼難的你都得到了 那你還不肯定自己 佛法是從肯定自己開始耶 真的 你再怎麼難再怎麼難 你都排在很多人前面 為什麼 你至少排在 這個美國總統前面 因為美國總統跟你一樣是人 但是你有學佛法他沒有 這一點他輸你 對不對 一樣啊 就算在台灣 你沒有猜英文有權利有錢 但是你還排在他前面 因為你學習佛法他沒有 那其他的沒有學習佛法 沒有做人的 那他們就更離你更後面了 他要修多少結 經過多少佛才能跟你一樣做人 又要經過多少佛才能跟你一樣 坐在這邊聽聞佛法 學習佛法 我告訴你 你已經經歷 金剛經講的後來我相信 以前我們覺得這個是屁育 後來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實際形容情況 不應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中善根 真的 你這樣想一想 實際上想不是安慰自己 實際上這樣想你就覺得 你肯定自己 至少在這一點 我要比別人強 比別人優秀 從這一點開始你有力量 你才有立足之地嘛 不然你否定自己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第一點 然後要開始了解自己 你不了解自己你沒辦法改變啊 你不曉得自己為什麼這麼苦的因 你沒辦法改變 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的優點在哪裡 了解自己的缺點在哪裡 優點要讓他繼續 缺點要想辦法幫他補足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發現 我為什麼沒有福報 不是我父母的問題 是我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開始修三千善 你要了解自己 我是沒福報的 所以我要修福報啊 很簡單啊 你跟佛陀這個也一樣 你看他這個也一樣 他的心都在過去無意公等 這個是不好的 我要怎麼樣 我要克服他 我要調伏他 真的 這個很重要 其實修行我覺得也沒那麼難啊 以前我還沒學佛 還沒學佛 但是我就會這樣想 我覺得我是過去一生有學佛 他自然而然 他知道這麼想 真的 他習慣嘛 習慣 所以後來其實沒用多久 沒用多久的時間 我就改變自己了 真的 但是要改變別人又比較難一點 要改變別人比較難一點 你要用很多的心力跟持續 改變自己比較容易 因為你自己決定的嘛 你自己決定嗎 我大概不用 好像沒有用到三年 一兩年的時間 還是要一兩年的時間 就這樣持續 我就改變了 我從來就不會 再也沒有 再也沒有那種一直憂鬱想自殺的念頭 再也沒有 從來再也沒有過 真的 後來我就變得很開朗 大大大都水龍沒有憂鬱症 哪有可能 實際上就是有過啊 那麼 所以一般來說啦 就是說 我們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 你就是要有覺察 我就覺察到 我有恐怖心起來了 非常恐怖 已經造成我身心不安了 我有憂鬱 已經造成我身心不安了 那麼這個時候要急身方便 就是這裡的 精情自負 這兩個很重要 就是你要立那個願 我一定要改變 我一定可以改變 而且你要 你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對策啦 因為你不是空發願 你一定要讓你的心 習慣改變 所以你看我就去圖書館 我還是不喜歡找人 然後說我就去圖書館找書 找古代的人 那麼從那裡得到肯定 後來一陣子久了之後 我發現我的姿勢 因為那時候年輕嘛 我在記憶很快 我在學業很快 所以發現我講出來的話 跟別人不太一樣 別人說你怎麼知道 就會覺得 哇 你懂好多 一開始得到肯定 你知道嗎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就覺得 真的自己懂得 自己的學歷比別人低 但是自己自己的 懂得東西比別人多 你會發現到 我也不比別人差啊 開始你開始有力量 自信 自信 你開始有自信 信進念定位 你沒有自信 你要用功 你要努力努力不起來 你參加奧運就覺得 哎呀我一定跑贏 跑不贏過人家的 帶著這個新跑 你一定跑最後一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大家都很厲害 但是我一定要得第一 他們厲害 我也很厲害啊 你就帶著這個進跑 你有可能會得第一名 就算沒有得第一名 你也不會是最後 真的 那一樣我們這條人生路 是很長的一條路 而且也有一點坎坷 但是有些人跑得比較 沒那麼坎坷 他障礙多嘛 你們可能是 你們可能是跑五千公尺 我是排五把障礙 每一道前面多久 就有一道障礙 但是沒關係 你跳過了之後 你的能力就比別人強 你跳過 你跳過三尺的坑 你就有跳過三尺坑的能力 跳過五尺的坑 你就有跳過五尺坑的能力 真的 你就每次跳每次跳 失敗了沒關係 站起來再跳 真的 那麼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到 你的能力超強 孔子也講嘛 吳少也見 顧多人鄙視 他小時候也很窮 也很卑賤 而且他還是 他爸爸很老的時候 那麼生的 好像七十歲要幾十歲才生的 他也被歧視啊 所以他很早就立志發言 那麼 這裡講 就是 他佛陀發現到 他自己的心 都在追逐過去的五尺功德 所以極深方便 用很多善巧方便 那麼精勤自負 很努力的 讓自己不要再追逐這個過去的五尺 他用什麼呢 他說我是因為 我是因為 我努力過來 精進過來 所以 第一個先讓 因為他先多追逐過去的五尺功德 所以他 他一旦有能力 一旦有能力 讓自己的心 不再追逐過去的五尺功德 那後面 現在跟未來的 對他來講就不是問題 為什麼 他現在跟未來的煩惱很少啊 他追逐現在跟未來的煩惱很少 所以這個時候 他已經能夠處理那麼多 就是你這把刀 可以斬斷這麼粗的繩子 那麼後來剩下那個細的繩子 那就不是問題了 他就不是問題了 他重點是先讓個粗的繩子不再變粗 不再越來越粗 不再變硬 然後就切 訓練這把刀切這個防護 切這把刀 當這把刀能夠斬斷 能夠斬斷這麼粗的繩子的時候 他要斬斷這麼粗的繩子 跟這麼細的繩子 就不是問題 那他比較大的煩惱 是在追逐過去的五尺 所以這個煩惱算是比較 這個愛的繩索 貪愛的繩索算是比較粗 所以他先讓他 因為你不小心之後 你常常想 他就越來越粗 所以他先讓他不變粗 所以就減少 克制他 然後讓他變細 讓他變軟 然後用刀把它切斷 所以當他 你看他這裡講 我已是金錢致富顧 漸漸進阿妞多了 三秒三不停 還沒成佛 但是像解脫的 像成佛的 一樣 就像我以前憂鬱症的時候 向上向上 一樣是像冠冕 我不要這麼黑暗 憂鬱症是很黑暗的 不管白天 黑夜 你的心都是暗的 都是灰蒙蒙的 真的 你就是那種感覺 出太陽 你也覺得你的內心是灰蒙蒙的 你也覺得天空都是雲 真的 那這種感覺很難說 但是就是說 你常常都在陰暗當中 陰暈嘛 天沒有下雨 你也覺得在下雨 那 所以你一定要轉變 你要把它轉變 那之後 你開始有心要轉變的時候 雖然還沒轉變 雖然還沒轉變 已經接近 過病了 真的 已經接近了 所以一般以前也有講 能行善 雖然 貨還沒遠離 就是 人行善 福報雖然還沒到 但是貨已經遠離 人行惡 那麼 雖然惡業還沒到 但善已經遠離 那麼 你向光明的心 那個黑暗已經慢慢遠離 漸漸遠離 雖然還在 雖然還在 但是已經漸漸遠離 你越來越朝向光明 所以才能向解脫嘛 一樣的道理啊 你現在雖然還沒解脫 但是你心向解脫 雖然還沒解脫 漸漸趨向解脫 他道理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看 他說 努等諸比丘 多數的比丘也是這樣 因為比丘跟佛一樣 他不是世間人嘛 他不會追求未來要 要有什麼事業啦 要有什麼 他唯一對未來的追求就是解脫嘛 其他沒有啊 那現在他就是三一一波 他也沒什麼無意可追求啊 他現在就是三一一波 沒有無意可追求 未來他也不追求無意啊 他就是求解脫無意啊 所以也沒有過去的 現在跟未來的無意功德 是沒有什麼好追求的嘛 因為這個不是他目標啊 一樣啊 他唯一可以貪戀的就是過去的嘛 過去的無意功德 後來我發現喔 像出家人 他基本上 他也衣服啊什麼 很多東西他也不能夠 就是他也不能擁有 或是也不能擁有太怎麼樣 所以他後來 後來的出家人 他比較會 比較會貪的 或是說比較會執著的 大概後來我發現 就是唸珠跟佛像 會收起唸珠有沒有 塵香的唸珠 什麼這樣 這個一顆一萬的兩萬的 然後佛像 這個塵香做的水塵做的 那麼開始會唸著這個東西 我們講嘛 就小時候 小時候就唸著那個彈珠嘛 長大了就唸著那個珍珠嘛 那麼在學佛的就執著那個唸珠嘛 一樣啊 那麼但是你如果發現了 你就要斷這個執著 要不然他還是一種貪愛 然後你在世間你就貪愛這個無欲 那麼你修禪定 你就貪愛禪定的功德 禪定神通的境界 那還是一樣啊 那還是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習慣察覺自己的心 在執著什麼 這個非常重要 你察覺不到 你看起來很殊勝 我告訴你 越殊勝越危險 為什麼 那個境界越難舍離 所以有色灘無色灘就是這樣啊 色灘是什麼 你在禪定的時候 要執取那個禪定的喜跟樂 禪定的喜樂 它還是貪愛啊 它還是貪愛 那對於相對於世間人 執著名位權利 一樣道理一樣 那個執著的程度一樣 而且更厲害 因為禪定的喜樂怎麼樣 更殊勝 禪定的境界 因為你執取這個禪更強烈 所以你一定要養成 養成覺察自己的心 在執著什麼的習慣 那如果有 你就要有善巧方便 就是你要有方法來對治它 讓它自己不執著 所以它這個東西 禪定就變成你的助力 而不是主力 那天人也一樣啊 天人修食善啊 天人甚至捨棄它的權利名位 來幫助別人修食善 升到天上後 享樂 直取善後 所以天人不容易解脫就是這樣 在天上不太容易解脫 它就是享樂啊 那大致有政界的人 他也不會 一樣 所以你要習慣察覺你現在的心 你現在的心 或者你的心在執著些什麼 那你要有方便 也有方法對治這種執著的心 那所以我常常講嘛 你最愛跟最恨的 就是影響你最深的 最愛跟最恨 那個你不太理他的 那他講什麼話你不會在意 你最愛跟最恨的講的話 你會記在心裡面 記到死你都不會忘記 那但是它會影響你 所以叫做冤親嘛 那你要好好就是 你養成解察自己心的習慣 然後對治他 然後心是向著解脫的 那比丘跟佛一樣嘛 都是修行者 他都是要向解脫的 所以他現在的武藝 跟未來的武藝 對他來講是沒有吸引力的 可是過去的美好他會想到 比如說爛陀 爛陀的太太非常漂亮 選美第一名的 他出家是因為看到佛陀的狀眼 莫名其妙跟佛陀出家了 後來出家之後 出家的境界就是 他沒有那麼殊勝的境界嘛 然後他就開始想 心裡面就開始想 啊我 想到太太 想到家庭 想到父母 想到要還屬 所以 所以一樣啊 那二十一兒也一樣 二十一兒家裡非常有錢 但是他是為了解脫來出家的 雖然是這樣 但是怎麼修行都不能解脫 所以他心裡面就想 啊 我這樣修不能解脫 還不如我回家 那我回家 這些在家的功德也沒有 出家的功德也沒有 因為出家他沒有解脫他 他就覺得那我這樣也沒得到出家的功德 那我在家 我至少還可以供養佛 供養出家人 還得一點福報 我出家受用福報 受用人家供養的 那我自己又沒有得到人家供養 希望我的解脫的範圍 所以變成 那這樣 這樣我在家也沒 我出了家沒有在家的殊聖 那我又修行不得力 又沒有出家的修聖 我兩邊都沒有 那我倒不如還屬好了 我還屬回去 還好供養主我菩薩 我至少以後還可以升天 至少還可以福報 還保留 還保留這個 這個跟僧團的姻緣 還可以再學佛 那好啦他就想要還屬了 你看 如果想到過去或是說 那至少我在家都沒好 習慣了 那比丘出家後有很多也是這樣想的 有很多也是這樣想 所以佛陀就跟他說 佛陀自己也這樣想啊 佛陀自己也這樣想 所以他說你們現在也是 其實一樣 心多足過去五億功德 那麼你們也要跟我學 你要察覺 因為你沒有察覺你就沒辦法了 你沒有察覺你就沒辦法 所以你要先察覺自己的心 是不是這樣 好 察覺當自己的心 在身體這樣念得的時候 你就要對峙他 就像我以前 這個 這個 去恐怖心的時候 你發覺恐怖心就來了 我就開始念心經 啊 管治小博太心 摸摸摸摸摸摸死 我是默念的 我是沒有念出聲 因為那時候都躺在床上 就立志念 用意志對抗意志 因為那時候習慣會想到死嘛 你就管治小博太心 就念到很快 很快 一個呼吸就可以念幾遍了 真的 那個時候我將時間已經改變了不久 反正就是我那個時候念得非常快 然後這個憂鬱症起來的時候 覺得自己 被自己否定的時候 覺得全世界都否定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這個心起來 我就去看書 我就去看書 然後就想試個書裡面的經驗 就背 就背試試 我很會背啊 當你在背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去想那些事啊 就背 背很多 還好 那個時候我背了很多東西 然後就看 看科學的 我多數是看科學 哲學跟文學的 就看了非常多的書 然後就沉浸在那個書的情節裡面 然後你就很少回去想這些東西了 所以一樣 你要增加置物 那佛陀當然就不一樣了 修行 以前是沒修行 現在是修行 你必須要 那怎麼樣 他後面會想 怎麼用你去想 你要想些什麼 他講在後面 他說 如果你能夠這樣 增加置物 就是第一個要觀察這些嘛 然後觀察完了之後 你要努力 精進 然後要讓自己不再 不再陷入這樣 重複這樣的境界裡面 他會教你怎麼想 後面會教你怎麼想 那麼你如果能夠這樣 有這個決定心 那你不久當禁諸 你也會跟我一樣 我是這樣起來的啊 我是這樣過來的啊 你跟我這樣也一樣可以過來啊 真的 所以無肉心解脫 你的心就 不再追逐過去的威威功德 現在未來的也不會 你的心就從這一些得解脫 叫做禮欲清淨嘛 那麼無肉心解脫會解脫 憲法自知作證 這個是解脫的功德 那麼我身以盡 犯更以利 所作以作自知不知後有 那這個無肉心解脫會解脫 一般有時候講 聚解脫會解脫 有時候講心解脫會解脫 那這裡的心解脫會解脫 也有可能只是單純在講這個心解脫而已 那心有智會解脫 那也有可能講 講這個解脫的兩種情況 那心解脫有時候 心解脫有時候就是 拒解脫定 因為 心真上學就是定 也有這樣的 也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基本上就講解脫 那麼解脫之後一定有解脫之間 會自知自作證 我身以盡盈犯任以利 所作以作自知不受後有 所以則 好他後面都教你關了 他後面就教你關了 所以你那個時候要努力 努力去想 努力去想 怎麼想呢 怎麼去關 因為你想到過去五億 我怎樣怎樣 我裡面 哪多少人尊敬我 我的太太怎麼樣 我的兒子怎麼樣 我的父母怎麼樣 就想在這些裡面 你心裡面 現在你出的家 沒有父母 沒有太太 沒有孩子 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你一個人 又三一一波 又要過五不時 又要打坐 又很辛苦 那你就會產生對比 那你開始就會 開始就會對過去的這些影像 境界 然後開始貪戀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想 他告訴你 他說 怎麼想呢 不外乎就六根六成嘛 我們說 顧念有六種顧念嘛 顧念色身相畏處 就四百一十頁這邊嘛 六種顧念 我們早上說的 六種顧念 顧念過去 然後顧念現在 顧念未來都是顧念 但是顧念基本上是指過去 顧念基本上是指過去 好 那色身相畏處 不外乎就是色身相畏處法 就境界嘛 所以他告訴你 那你看看到 眼見色 因緣 身內受 我們剛才講嘛 我們早上有講 眼見色 那麼產生了別 就是 根成是何耳生處 處去受 想失 開始有受 那這個受有所謂的苦 有所謂的熱 有所謂的不苦不樂 那耳鼻者生異處也都是這樣 就是你感官面對境界 我們說是因盡身心嘛 那這個心就是受想失 它有覺受有感受 那麼這是比較屬於情感這一部分的 然後你有想有思 那麼思當然是比較屬於意志 意志這一部分的 所以 這些境界起來的時候 比丘 與比入處 入處是什麼 就是眼耳鼻者生異 對色身相畏處法 就是在這個眼耳鼻者生異感官上 那麼你應當覺知 我眼睛看到什麼 那麼他說若眼面 眼面就是什麼 眼神就是眼睛看到這個境界 攀緣這個色塵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東西很漂亮 那麼我想把這個東西帶回家 那麼你就開始心裡面一直想這個人 這件事那個就是攀緣 攀緣住就是 攀緣就是你懶著這個人 而且心一直懶著叫做住 貪 貪愛喜樂 貪愛讚嘆喜樂懶著住 喜樂讚嘆懶著住 一般講這四個層次嘛 就是你一直心不捨的 一直在想這件事 你稱跟貪都一樣 被人家講了一句回來之後 心裡面在想這件事 想這個人 想這件事 想到非常生氣 那貪是 那麼面對一個好的境界 回來之後 當下就被死 當下就攆著了 回來境界沒有了 還一直想這件事 那麼 就像我想恐怖也一樣 想到死也一樣 那個死人已經不見了 甚至已經過一個月了 我都還在想這件事 那沒辦法舍離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然後他告訴你 你要去想 當眼睛看到這個境界的時候 當覺知 你在直取這件事 那麼 眼面就是不攀遠色的時候 就是眼面就是 你眼睛沒有再看到這種境界 你不攀遠這個 這個時候 那麼 因為你看到你才會想 那看到沒有看到你還想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是你異對法成的 可是你要想 我現在看到他 我懶著 我現在沒看到他 那個境界已經不見了 那麼我已經看不到那個境界了 但是那個境界還在我的內心裡面 產生一個影像 那麼 他這裡告訴你 一般是你要覺知 我們的六根看到境界 眼睛看到色的時候 是你的意識在起分別 你的意識在起分別 那麼 當你細思不起分別的時候 你的意識不起分別的時候 就算你眼睛看到 你也不會把它記起來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色想若眼滅 就是你眼睛不攀遠這個色塵的時候 一般攀遠是這樣 你眼睛不攀遠這個色塵的時候 你看 這個是圓耳鼻子的真意 然後看遠這個色 色真相異觸法 那麼 這個一定要有所謂的視 眼視 要有視起作用 它才會攀遠 才會形成一種影像 視如果不起了別 視就是了別 那視在眼根上起作用 視在眼根對色塵的時候起作用 比如我看到這朵花 視在眼根對色塵的時候起作用 那個叫做眼視 在耳根對生塵的時候起作用 那個叫耳視 好 那視就是了別 那麼這剛視起作用的時候 那麼就叫做攀遠 攀遠就是你的心攀遠這個色 眼睛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眼睛就只是看的功能而已 眼睛只是看耳朵只是聽 它沒有好跟不好的問題 眼睛看的時候沒有好跟不好的問題 好不好是由這個視去了別產生作用的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覺得好或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攀遠 就會攀著住 當你當你當你是開始攀遠的時候 它會產生 它就開始有產生瘦 所以叫做醋 這三個叫做醋 那醋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聚身受想吃 這三個 這三個新手一定會起來 一定會 那麼一定有手 瘦裡面又有分 好不好的境界 就有所謂的苦跟樂 或是一般沒有什麼的 這個境界就是不苦不樂 那重點是苦跟樂 那苦跟樂都會加強 加強你這個想跟思 如果不苦不樂 它那個想思的作用就沒那麼大 如果苦跟樂 想那個印象就會比較深 所以你想 那麼久了 40 50年了 我為什麼印象那麼深 那個很苦啊 很害怕 很恐怖啊 那你那個印象會很深 那你那個思考也會很深刻 也會 這個時候你要去想 那麼主要是 其實主要是這個心 心事去了別它 去攀遠它 那麼如果境界不見了 你的心不再追逐這個境界的時候 那個就滅 就沒有了 其實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心 心去攀遠 重點是心去攀遠 所以它這裡講嘛 它說 若眼面 設想這裡 若眼睛不看 那你眼睛不看 你發生過了 會在你內心產生印象啊 所以那個叫做法 異對法成 那如果你那個時候的心不放在了別這個 就是你不去分別這個東西 那麼其實它就沒有了 它就沒有了 那麼境界都是這樣 異對法也這樣 言而彼此而生意 對色身相會觸發 那麼它就不會在你的內心產生作用 它其實是不會的 所以當你要常常覺知 你要從你的感官 常常覺知 你的感官 所以要收射六根 念佛其實叫你收射六根 其實夜視是一樣 收射六根 那奴家叫做收其放心 放之去去的心 追逐六根就是 你追逐境界就是 像心放出去一樣 心如平原意馬 意放然收 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要把它收回來 你現在要調補它 要把它收回來 就是要從覺知 你的眼睛看到的 你的耳朵聽到的 你的鼻子聞到的 你的嘴巴吃到的 你的身子接觸到的 你心想到的 你多數執著在哪裡 那每一個人的執著點不太一樣 那有些人比較注重 這個看到的影像 有些人比較注重聽到的聲音 有些人很注重這個味道 有些人注重吃的 有些人很注重身體的觸覺 就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麼佛說當覺六入處 就是六根了 宜教經也這麼教啊 宜教經告訴你要先收射五根 後來要收射這個心 一樣 那麼其他經典基本上就是 我們這個叫做根綠瑜 界力裡面你要收射你的心 這個叫根綠瑜 所以這個 這個 門眼睛裡面叫射心為界 根綠瑜 我們說過那個二十一耳的六入處長對不能動其心 這個是很厲害的 根綠瑜 就是 界裡面 主要是從收射這個心開始 叫做根綠瑜 那麼門眼睛叫做射心為界 射心不是定嗎 為什麼是界 它主要是你的心 收射你的心 不讓你這個六根去攀遠六成 它重點是心去了別的問題 如果你看只是看 如果你看只是看 聽只是聽 看你也看了 聽也聽了 但心裡面不直取 那這個情形是沒有關係的 就單純只是看只是聽 這就沒關係 就好像你去百貨公司 像我們有時候 我們去國外的時候 他們都會帶我們去百貨公司看 我們也是看就是看啊 聽就是聽啊 因為什麼都用不到啊 這個百貨公司裡面都用不到 只是叫我去看啊 看 都不會想 有想買的衝動 那也不會用得到 所以就是看 這個就是百貨公司 那回來的也不會想啊 只會說很無聊 以後不要再帶我去 你不會有直取啊 你知道嗎 那麼如果我們平常的境界 我們就是這樣 那你也 就 這些境界對我都沒有意義啊 因為你不會直取啊 所以 一般來講 這個根先收射 遺教經也是講 先收射五根 然後再收射這個心 遺教經是分兩部分 一個先從收射五根開始 然後再收射這個心 那這個根就是六根了 那這裡講的是一樣的 好 所以當你的心不再 不再直取你六根 所看到的這些境界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沒有那個 你那個印象 那個影像 色身相味觸法的這個像 那你那個 他從受想失嘛 不管是苦受熱受 那苦受熱受 都會引發你 心的影像很深刻 所以 當你不再這麼去直取的時候 那就 心就離嘛 那就生跟離啊 這樣兩種 就生起跟消失 滅嘛 生跟滅 就沒有那種 心裡面不會放那種事喔 不會放這種事這種人 那我們心裡面 常常放的就是 這個我們所喜歡的 跟我們討厭的 都放很多 那個人怎麼樣 這件事怎麼樣 就放在裡面放很久 所以 我等今日 於世尊略說法中 由故不解 其實我們就是守護六根 守護你的六根 不去追逐六成 境界 那 佛陀這樣講了之後 佛陀這樣講了之後 哇 這個很長 佛陀這樣講了之後 這個 很多比丘 還是不知道佛陀在講什麼 那所以 他就上了 他說 於世尊略說法中 世尊略說 那麼 還是不懂 那麼大眾中誰有慧力 誰比較有智慧的 能夠幫我們解釋一下 再幫我們解釋一下 能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 管為我等眼說起義 這個就是最早的阿比達摩 阿比達摩就是 把佛陀的法 詳細的再解釋 復作思念 他就這麼想 他就這麼想 那麼 唯有尊者阿難 常識世尊 常為大師之所讚嘆 充費犯恨 就是說 想來想去 這個阿難 常常在佛身邊 所以 比較了解佛的意思 其實是這樣 所以 唯有尊者阿難 那 堪任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 眼說起義 我等今日皆共往義 尊者阿難所問其要義 因為佛跟他講的時候他們不太明白 他們又不好意思又問佛 所以就想說 那佛聽佛講的我們是知道 但是不太知道 不是很清楚 是懂非懂 要去問誰呢 幫我們解釋清楚 就問阿難 然後後來就一群人就去找阿難 那麼找阿難 就跟阿難講 就稱呼阿難為尊者嘛 那麼告訴他 因為我們在佛陀那邊 佛陀為我們說了法 說什麼法呢 就把剛才說的法講一次 就是這個遠處路處 比丘 比路處當絕之 若掩滅色想哲理 類像這樣的 就是你們要搜搜六根 但是他們聽不太懂 那到底是怎樣 所以 把當時佛說的話 再附送一次 那 希望阿難為他們解釋清楚 阿難聽完了之後 那麼就跟他講 好了 那我知道了 那麼你仔細聽 好好想 那麼我現在把佛陀說的話 詳細解釋給你們聽 就是廣說其義 就解釋給你們聽 那麼 世尊略說者 就是世尊簡單地說 那麼 就是簡單講 世尊在說什麼呢 即是 滅六路處 有餘當說 這一段話就不好解釋 那麼 這個第一個是滅六路處 那麼 第二個是有餘 第三個是當說 它分三段來說 那麼滅六路處當然就是 六路處不再起 不再起 就是六路處滅盡 就是不再起 就是言而彼此而生意 那麼對於境界的執著不再有 不再有 那麼有餘 有餘 我們通常會想成 有餘涅盼的有餘 或是煩惱有餘 那麼這裡 一般有些說是 未來 就是 就是 因為它想到過去 現在未來嘛 那麼他們都直走過去嘛 那麼這個有餘 有可能是 有些說是 這個 魚有煩惱的有餘 當說 那麼 因為這裡滅六路處 有餘當說 那麼如果照前後文來看 我們比較簡單的來解釋這一句 應該是說 佛陀在告訴你們 簡單講 這個就是略說 那麼 佛陀在告訴你們 你們怎麼樣 消除對 六根對六成的執著而不攀緣啊 那 那這個有餘當說 如果你們 如果 如果你們還有其他的想法 就略說是這樣 如果你們有不懂的 或是 就是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們 他意思就是 我現在告訴你們 詳細解釋 那如果我告訴你們 你們還不懂 有餘就是還有不懂 那麼你們 你們要去問佛 希望你們去問佛 問清楚 問到這個道理 所以 所以這裡簡單是 但是如果你去查很多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種解釋 因為它這個翻譯翻譯的 我們有些會把它變成 有煩惱語言或怎麼樣 但是如果照前後文來看的話 他有可能是在講 我自己這樣想的 我自己這樣解釋的 就是 世尊簡單在跟你們說這樣的道理 六路出面的道理 那 我現在跟你解釋 但是如果 因為廣說就是解釋嘛 解釋最重要 如果你們還有不懂 那你們可以再去問世尊 那後來他就開始廣說了 下面就是他廣說的嘛 因為他就是略說 然後去請阿難幫他們解釋嘛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佛 但是這樣解釋當然 有很多種解釋法 這一段 這一段有很多種解釋法 那麼我們說 有些講滅六路出有餘 就是寫六路出滅盡 那當然就是 就是你完全無語內盤了啦 也說當說 當說滅六路出有餘 那麼也有人這樣解釋的啦 那就是說 可以把這個煩惱全部滅盡 滅盡 因為你的煩惱的根源就是 六根對六成嘛 那當你滅六路出 就是無我的時候 就是六路出滅了嘛 你不止取有色身相味觸法 不止取有眼耳鼻子的生意嘛 不住眼耳不住色身相味觸法嘛 那麼無有眼耳鼻子的生意嘛 那這個意思就是無我 那麼你徹底正得無我 那麼也有這樣的說法啦 這是一個啦 當然我們可以參考啦 那也可以說是 世尊略說者 就是世尊簡單的說 那麼就是 叫你們不要止取這個色身相味觸法 那麼有餘當說可以說 如果你們還有問題 那麼你們可以再去問世尊 也有這樣 也可以這樣解釋啦 大家參考看看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也可以放看那個 那 看這個後面的余解釋認的解釋 也可以做參考 好 那他這裡講 再把這個後面講完 他說 故言眼觸滅 色想所以 所以佛陀才會說 眼觸滅 因為他講六路 滅六路觸嘛 就是六路觸滅 佛陀簡單在講六路觸滅 那麼眼觸滅 耳鼻子的生意觸滅 那麼你就不再會有 就是你不止取這個眼跟手見到的色法 不止取耳跟手見到的色法 那眼耳鼻子的生意都是這樣 你都不止取 那麼你 因為你不止取 你就不會有印象了 所以我見到這個人 我沒有特別印象是因為我不止取他 看了就忘記了 所以你說你早上吃了什麼 有人常常問我你早上吃什麼 我常常忘記我哪裡知道我吃什麼 我就只是知道 我就吃東西而已 我也不知道我吃什麼 我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次這個 有人約我去拿東西 然後約在哪一個車牌底下 我就知道 我就記著那個車牌 然後就去拿東西 然後 我就 反正車牌那邊有一個人拿東西給我 我就去拿就是了 後來我回來的時候那個人就問我 東西拿到了嗎 什麼 他穿什麼衣服 我說我哪裡知道穿什麼衣服 你有沒有跟我講要記得他穿什麼衣服 我真的不知道他穿什麼衣服 我說他是不是穿那個紅色的什麼洋裝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呢 我只知道你沒有叫我要記他穿什麼衣服嘛 他說他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我哪裡知道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去記啊 我只記要拿的是什麼東西 我只記他要拿的是什麼盒子 是什麼東西 你沒有交代我 我說那你 你都不會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就忘記了 我讓你知道 一樣 就是你心不直取的話 你那個影像不深的 影像不深 我未來很容易忘記的 真的 所以他這裡也是嘛 你演出 演出不直取 那麼設想哲理嘛 滅就是你不生氣啊 你不直取他 那麼他就不會有那個聲刻 聲音也是啊 他講了什麼話 他剛剛講了什麼話 沒有記呢 不曉得呢 沒有記住啊 那麼所以就好像外國人跟你 跟外國人罵你 那另外一個外國人聽到了 他剛才在罵你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聽不懂我怎麼會記 你不知道啊 聽不懂啊 所以你也不會記住啊 一樣啊 他言而彼舍生力 色身相會觸法 那麼都是這樣 你不直取 他那個像就不會深刻 他就不會記在裡面啊 所以叫做什麼 哲理 你那個色的想像 那麼就沒有 沒有在心裡面 不會產生印痕啊 六根堆六成都是這樣 那麼 言而彼舍生力 對色身相會觸法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解釋 但是他講的還是略說啊 他講的跟佛說的一樣啊 沒有 沒有特別解釋什麼對不對 我們看起來沒有啊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一句上下文來講 阿難也沒有廣說啊 因為你去看前面佛說的略說 也是這樣想啊 你看 若眼滅色想則禮 耳鼻則生意滅法想則禮 有沒有 這個是佛說的啊 那你在看阿難說的 世尊略收者 既是滅六路處有餘當說 故言眼觸滅 你看 你們把那個有餘當說先 先不要看 然後世尊略收者 即是滅六路處 故言眼觸滅 色想則禮 耳鼻則生意觸滅 生想法想則禮 你看 你叫翻回來看 跟佛斗說的一樣啊 有沒有 你看看一樣啊 佛斗說的還比較多咧 為什麼 他說法陰眼神內受 有沒有 落苦落落不苦不樂 佛斗說的還比較多 所以我才會說 依上校文來講 但是 但是他後面又說 佛所略說此法語 我今以為奴等分別收益 他又說他有廣分別說咧 但是我們又看不到 他廣分別說在哪裡 如果你仔細對照 你仔細對照 第一個 他講世尊略說走 就總而言之 就是歸納重點 世尊在講滅六路處 有滅六路處 那麼 後面是他的廣說嗎 沒有啊 後面說的 眼觸滅色想則禮 跟佛斗說的一樣啊 若比眼滅 色想則禮 是一樣的啊 但是 所以我才會說 這個有餘當說是說 我歸納佛陀跟你們講的 但是如果你們還是不懂 那麼你們去問佛 有餘當說 但是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因為我看不到阿難廣說在哪裡啊 但是後面又說 世尊略說 此法以路事作常 我今以為奴等分別說 阿難又說 我已經為你廣分別說了 可是廣分別說在哪裡 我沒看到啊 我沒看到廣分別說啊 如果我們對照文啊 你就反正來對照看 你沒看到廣分別說 好 那我們大概就 這部經 他大概有這個問題啊 好那簡單講 我們說 說這個 世尊告訴你 重點是世尊教我們的修行方法 那麼就是 當我們面對 因為我們的煩惱都是六根對六層嘛 升起的 所以你要在升起煩惱的地方 好好的覺察 注意 你通常 所以我常常講啊 你一定要養成習慣 知道 你通常在什麼時候 什麼人 什麼事 什麼東西上會起執著 那你要好好的覺察 而且要控制 要控制 像我那個時候就是 到了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我就起恐怖心 我就對這個死 會起很大的恐怖 白天不會喔 真的白天不會 到晚上就會 所以到晚上我就開始緊張 我就開始 要對峙他了 我就開始練心經了 那開始這樣 那麼所以你就開始 就是你要覺察 白天不會就沒關係啊 就好像 就好像晚上 晚上有野狗才會來 白天野狗不會來 那你白天你就不用啊 我以前 我以前剛來這裡上課的時候 回去都晚上了 下完課四點我要坐火車 然後 然後坐高鐵到走營 中走營又坐火車 轉到屏東火車站 屏東火車站又要坐公車 回到我們鄉民市 鄉民市要走回去 走回去大概都晚上七八點 這邊四點下課吧 然後我回去 那個時候有一陣子 我都是坐公車轉公車 很費時間 但是就是沒辦法 就是要這樣轉來轉去 中間都要廢 因為公車要一個小時 那個區間車 從左營到屏東火車站的區間車 也要一個小時 那就包括等車的 等車不長 但是去差不多有車座 中間就一個小時 然後我要坐公車 又要回去 至少我要一個小時 走路回去又要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 因為公車站都要左秀去 然後所以從這邊四點下課 然後去到高鐵站 差不多也 假設做四點半的 然後坐到左營 也要一個多小時 這邊台中 不到一個小時 但是就要包括這個中間的時間 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回去大概都七八點 那個時候天色晚了 那個鄉下很多野狗 所以我出門都要帶 一定要帶一個手電筒跟一根拐杖 趕狗啊 因為狗會來咬我 白天就不用啊 白天沒有狗 白天狗看到我不會咬我 可是晚上他們就會過來咬我 所以我那個時候都帶一根拐杖 帶一根拐杖 或是沒有 我就要旁邊拿一個棍子 然後用手電筒 我告訴你 我手上有棍子喔 你不要過來喔 那一陣子 我那個時候一兩年 我都是過這種生活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那些狗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這時候都會過這種生活 你知道問題在哪裡 比如說現在晚上狗就會來 你就要拿棍子 我這個時候會起煩惱 我這個進去會起煩惱呢 你就要防護拿棍子 一樣啊 儀教精說 對這個心就好像拿一個棍子 在照顧這個牛 這個牛不小心會去吃人家的草 你要拿棍子 打他讓他知道這個草你不能吃 我要陪人家的 儀教精也這麼說 那一樣就是說你要知道 你的問題通常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有種習慣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什麼境界 境界不外物人置物 你會起執著 你會起執著 那麼你就要防護啦 我們再講一個案例子 因為還要解釋兩個問題 等一下再來講 舉個例來講 我剛去服務院的時候 這個我應該跟大家也講過 我剛去服務院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還是在家 然後出家沒多久 我也是排在最後面的 服務院那個時候有六七十個人 一二三四排 一排都大概十幾個 十七八個 然後加起來那個時候 服務院的學生有六七十個人 那我是排在最後面的 就是我們過堂這樣兩排 我是排在最後面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過不死了 那排在最後面 你知道服務院是怎樣的 冬天的時候 我下天的時候 他說先打一點點菜而已 然後其他的菜 因為唱共養劇又要唱很久啊 唱到完 那麼怕天怕忍掉 所以他就先打一點點菜 那麼 那就再開出來 再出來巡堂 拿一個臉盆這麼大 開出來巡堂 然後給你要給你要給你要 那每次分到我這裡 說差不多要完了 因為那個臉盆都快沒有了 所以我就很緊張 每到吃飯我就很緊張 等一下 我就開始發現 希望前面的人不要太貪心 留一點給我 真的 因為每次到我這裡 有時候就沒有了 好吃的 大家都前面都要完了 到我家裡就沒有發完了 沒有完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個時候我心裡面就起煩惱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開始很注意 很注意他拿什麼來 哇好吃的 我就開始祝願 希望前面的人 要後面的人著想 要留一點給我 那如果有的話就很高興 沒有的話就很生氣 出了家還這麼貪心 那你自己也貪心啊 可是你不會想這個 你就想說 後來每次這樣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覺得我怎麼會這樣 覺察到了 剛開始沒覺察 剛開始看都很注意 拿什麼 比如說豆干 豆干飲煙 吃豆干不多啊 那個滷的豆干又很好吃 就開始拿出來發 因為他一拿出來我就看到 因為我坐在最後一排 那是兩排嘛 那我一台就看到 他拿什麼 我就一直看 然後因為他兩排嘛 就從這邊開始輪 輪到最後面嘛 然後他在輪的時候 我一面吃 我就一面看 這個人咬了多少 這個人養了多少 還剩多少 哇 你不曉得那個 那個 那個心啊 我看那個人沒人 他說不要 我就很高興 因為少一點人啊 我們後面才有得吃嘛 我就很高興 看見很多人啊 又拿很多 我就覺得 哎呀 我就覺得那個 他們那麼貪心那麼貪心 後來幾次以後 幾天以後 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開始覺察到了 我怎麼可以這樣吃 常常為這個起煩惱 常常為這個起煩惱 一直在擔心這些事 後來久了你也受不了自己 你知道嗎 我就開始發願 從今以後 從今以後 我只吃我鍋裡面打的東西 鍋外的我都不拿 不管有多好我都不拿 剛開始又會覺得很 沒有發願的時候 還沒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一發願都是好吃的東西 哇氣死了 真的你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堅持 堅持 好像一個禮拜之後就不會了 因為 因為你看 你看你也吃不到 因為你就不能吃啊 就好像過午不止一樣 過了午 再好吃的時候你也不能吃啊 你自己過午不止等 後來我就發願 那個類似像頭頭行 發願 從今以後 從這一餐以後 我只吃我博 因為我再也不想 每次吃飯都要去看人家 有什麼菜心躺 那心躺到哪裡 還剩多少 哇 好累 好累 後來我就發願 從今以後 我只吃 你們再打給我的東西 剩下的再好再多 我都不拿 剛開始很難過 幾次以後就好了 大概不用多久 一個禮拜以後 你再也不想 再也不看 真的 因為看也沒有用啊 想也沒有用啊 所以每次到我這裡就是不要 不管有什麼 就算我看到了我也是不要 反正我也不吃 我已經發願了 我已經發願了 所以之後 然後這個問題就不再困擾我了 真的 再也沒有這種問題了 後來養成習慣了 我都吃 我習慣就是 反正你打給我什麼都吃了 那麼 就吃太多吃不了而已 要不然其實我也不會挑了 那後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啊 真的 因為你再也不會去擔憂 別人拿太多拿太少 那個都不關我的事 你也再也不會去注意 到底拿什麼東西出來行糖 我喜不喜歡吃的 你再也沒有這種問題 後來 輕鬆好多 反正我只顧著吃我這裡 我就看到打多少 我就吃這裡 我就把它吃完就是了 其他我都不太管 哎呀少了好多煩惱 我告訴你 真的 好 那這個是 這個就是讓六路住啊 你的煩惱在哪裡生起 那麼生起什麼煩惱 你要去對治它 很重要 修情其實就是對治煩惱而已 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有兩個問題 我們要來 他說 學佛很久還是很懈怠 通常懈怠是人的習慣 其實我也是 我常常覺得 我常常覺得我也很懈怠 每個人說我很用功 其實沒有我也覺得我很懈怠 那麼只有想用功的人才會覺得自己懈怠 很簡單嘛 只有想親近的人才會覺得自己不親近嘛 那所以通常如果假設了 假設你覺得自己懈怠 那你想正做 那你就發怨 很簡單 就是我發怨 先不要發大怨 先發小怨 先從你做得到的 你不要發那個很大的 眾生無邊試怨度 那個你做不到 先從小怨開始做 那你做得到的 比如說 我在一個月內 要看完佛法概論 比德律來講 我在一年內 要看完陳佛之道 要把它讀懂 或是我要背什麼東西起來 那你就先有事做 那麼這個就好像以前 我就一個月內 我一定要把三個圖書館 三個圖書館分在不同的地區 中區北區還有南區 我需要去很遠的地方借 我一定要把它看完 有時間沒時間 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你借來都沒有看 又拿去玩 下次又借這兩本 哇 那你太浪費時間了 我又要花錢 花時間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麼多錢 所以一定會想辦法把它看完 那麼你要給自己 就是奠一個功課 假設你很懈怠的話 那你就要這樣做 然後告訴自己 就是懈怠是一種過患 你要告訴自己 我偶爾可以這樣 但常常這樣就不行 就好像你偶爾可以敗家一次 但是你常常敗家就不行 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一樣 你偶爾懈怠 那個是一種休息 那個還可以 也太累了 太用功太累了 你就疲憊了 身疲憊心就會退 那所以你還是 偶爾可以休息 但那不叫做懈怠 那只是休息 那但是如果你 長時間都是這樣 那麼你就要提起來 要告訴自己 要為自己打氣 要規制 但是首先也要肯定自己 那這個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先給自己一點 就是一點目標 那這個目標 比較容易達到的 然後漸漸漸漸提升難度 其實是這樣的 他說如果握病在床 可以聽筋嗎 可以 那如果你身邊的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是可以聽筋的 很多人不敢躺在床上聽筋 是因為聽說 菩薩界講 躺在床上聽筋 不恭敬 後來會變成蛇 其實不是 他只是要你恭敬法而已 那你躺在床上聽筋 那個是很精進的 如果你不是身邊 那你就躺在床上 那一種心 跟你身邊的想在床上 起不來想在床上聽筋 跟你沒有身邊 懶散的在床上聽筋 那種心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的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他說 那麼怎麼知道是邪見 如何對 對峙邪見 怎麼知道是邪見 所以第一個要先明白什麼是正見 不是正見就是邪見 你怎麼知道他是邪見呢 所以你要先學習 你要先學習什麼是正見 那正見是什麼 不是正見就是邪見 正見有兩種 世間跟初世間的 他通常不離開 緣起因果的道理 世間跟初世間 好 那麼世間的正見 我們說就四個嘛 大家應該也很熟了 有善有惡 世間的正見通常就是有 有因有緣世間極 就是這些合合的東西 他都是有因有緣的 那麼基本上是有善有惡 他在強調有的這一部分 那初世間就強調無的這一部分 好 有善有惡 那麼要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通常從這個地方開始 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比如說殺到淫妄這個是惡 那麼你殺鳥祭神 這個也是惡 反正有殺了 那你以為很多人以為殺諸祭天公 拜天公這個是善 那不是善那個是惡 所以你要先分別 你要先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那很多人在這一部分 沒有分別 那麼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善的以為惡的 惡的以為善的 所以這一部分他就會不斷造惡 以為在造善 那這個是 所以要先分別 事件是有善有惡的 那要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那總說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有利他的 對自己好 對別人好的 不會讓別人造成痛苦的 這個就是善 那麼基本上是戒 善有善業 有業有報 那這個業報的理論也要知道 業是自作自受 那麼你的果報就是痛苦 善跟惡的 善惡報 善有善業 惡有惡業 善業有善報 惡業有惡報 這個道理你要知道 那麼你之所以受苦 一定跟你的業有關係 就好像後來我們學習 我後來知道我們為什麼這麼窮 一定跟你 我就總結出來 以前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會覺得 我投臭胎了 我不該生到這麼痛苦的家庭 這麼窮的家庭裡面 後來就發現 不可能投臭胎 學佛知道沒有投臭胎這種事 一切都是異業力的 可是我為什麼會這麼窮苦呢 這邊就兩個嘛 一個就是千灘嘛 千灘不布施啊 你有不布施 你也會有這種果報 還有就是偷到 你沒有去奪別人的 那也會有這種果報 就貧窮卑賤的果報 貧窮是因為千灘跟不布施 千灘不布施啦 還有就是偷到 這兩種原因 那卑賤是因為不持賤 不高貴嘛 富跟貴是不一樣的 但通常會連在一起 但不完全一樣 有的既富且貴 有的富而不貴 有的貴而不富 就不一樣 那這跟不施持戒有關係 那你一定要了解 所以後來我發現到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這麼貧窮 我就要檢視我自己 有沒有千灘不捨的心 有沒有習慣奪取別人所需的行為 如果有就要改 那肯定有 後來發現到自己真的還有千灘不捨的心 就是比較好的會捨不得給別人 自己不要的 或是多餘的 才會給別人 因為你是不要的嘛 你是不要的 你不要才給別人 所以你也是都是靠師什麼 別人不要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 基本上 我穿的衣服都是別人不要的 小時候也是這樣 甚至那些課本也是別人用過不要的就給我用 那基本上是因為可能自己也有這個業 當然有不一定 有些從小受苦不一定是這樣 但是有些是為了要做訓練的 但我不是那種人 天將降大任於事人員 以前我常常會這樣鼓勵自己 讀了那個悶子說的 我這麼受苦是因為 天氣重我要讓我成大氣的 天將大任於事人員 必先勞其金谷 那麼勞其金谷 控惡其體夫 那麼什麼我已經忘記了 被他忘記了 勞其金谷惡其體夫 控罰其身行服亂其所為 忽然間又自己來忽然間忘記了 比較久沒被 我就覺得 剛開始覺得 我怎麼這麼苦 天將降大任於事人員 我必先勞其金谷 我就覺得 我以後一定會是 我一定會是想叮噹的 所以現在讓我受這些苦 那其實跟業有關係 跟業有關係 那當然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是就是視線的 那是另外一件 但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那一種像虛擾那種成員 我們是授業報來的 音樂輪迴的 所以要老實一點 我就沒有福報 所以開始羞山千上 開始不實 真的 你就是缺這些 後來真的檢討自己 真的有欠灘的心 真的有欠灘不捨的心 所以就開始 一定要慢慢對峙這個欠灘不捨的心 要能捨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 我去服員的時候 第一個就發願 只要 只要我有著東西 別人來跟我拿 我一定會給 別人不跟我拿 我發現他比我需要 我也一定主動給他 真的 我就發這個願 而且就這樣做 我沒有給別人知道 就當時就這樣做 所以很多人只要來我這裡 看到好的 我就拿 我上次也跟大家講過 後來有一陣子 有一個同學知道這樣 就每次來跟我拿到 我去討厭他 我說你怎麼這麼貪心 那我又不能講 但是後來我就不給他 而且不給他之後 他就說 因為平常習慣了 他只要到我這裡來 看到什麼的時候 這個我要再去拿走 剛開始會很歡喜 後來我就不要 我就覺得你每次 你每次來這裡 拿我的東西 我要動作攀啊 他心裡面 我們心裡面這麼想 可是後來就覺得很討厭他 很討厭他 可是這個是你發的願 後來有一次他要跟我拿東西 我就不給他 他也很奇怪 因為從來你沒有說不要的啊 後來我說不要他 他就很訝異 他還跟我說不管我要拿 我就拿走 我說你拿 我沒有給你你拿就是偷到啊 我還恐嚇他 你拿就是偷到啊 你拿啊 你拿 你犯偷到又不是我的事 我還這樣跟他講 後來他就不敢拿 後來我心裡面就得意 得意後來我們又很 就覺得我怎麼會這樣 是你自己發願的啊 所以都會有考驗 真的 後來又想了很久 就是自己不是真心的 你只是想 所以那個天灘的心還是不捨 就有很多層境界 我以前對字煩惱 我告訴你 我也是下族功夫 我跟你講 但是現在還是半桶水啦 要有沒有這樣 所以你要先有什麼 先有有善有惡有有有報 你要知道 你的這一些果報都是從你 都是從你的夜而有的 那你要好好想你受什麼 那是因為你過去有什麼沒什麼 一樣嘛 那有善有惡有夜有報 有過去有未來 這個夜 這個夜 那你說有夜有報 那為什麼造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人那麼好 他那麼苦 為什麼這個人那麼壞 他那麼享受 那夜在哪裡 過去未來 有些夜 夜報的東西 它有些是現世報 有些是来事报 有些是后事报 所以我们受报的 基本上可能是前一次 也有这一次就受报的 不是马上看得到的 就好像吃药 不是马上吃马上好 有一些当然马上吃马上好 你喝水口渴 马上喝马上不口渴 那吃药就不一定 有一些不能马上见效 两三天两三个月才会好 那夜也是这样 那你 就是说夜有过去有未来的 现在不是都是现世报 有来世报有后世报 那么所以你要知道 善恶都是一种夜 夜都成熟的都会受报 那这个报有过去有未来 那么我们修行就是超越这一些 那么有凡夫有圣人 你可以超越这一些 有凡有圣 那这种观念就是世间正见 那么不讲夜报理论的 就是你自己造业不是自己受的 那么这个你造业 我们说嘛 张三吃饭理事保 理事吃要王五好 那这样不行嘛 那这样 这样这个不是夜报理论啊 这个就是邪戒 这个就没办法 就是你要有而且夜报是自作自受 不能自作他受不能他做自受 没有没有这种的 那么一定要身分善恶 那这些都有影响力 那这个就是世间正见 要先确定因果的世间正见 那么出世间的基本上是讲无的 无常租行无常 一切世间都是生命无常的 如果你有一个常的 那个就是邪戒 那么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就是没有一个自信的我 常见的我 就是己我灵我没有 如果有那也是邪戒 还有涅槃积戒 涅槃积戒就是无伪 就无常无我无伪 那这三个就是出世间是无伪的 就是不生命的 涅槃积戒 没有烦恼的 那无我的是无常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你大概先理解 世间的正见 就是要符合英国 要符合夜报 我们叫做英国原则 夜报原则跟 远期法则 英国的理则 夜报的法则 跟远期的 远期的法则 这种 英国夜报远期是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不符合 那就是邪戒 不是正见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接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